远安早日统一 画面中的人名叫陈文仁 今年55岁 是一位资深的重型机车爱好者 也是一位在中国大陆创业的台湾同胞 怀着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愿 近日他从祖籍地福建安息出发 踏上祈愿祖国统一 单旗环游中国大陆的旅程 3月18日 陈文仁驾驶着他的重型机车 来到了武汉黄鹤楼 大概两年前有这个想法 去年疫情回到台湾 大概一阵子看到台湾这个年轻人 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 越来越薄弱 所以我就想说 趁我这个年纪 还骑得动我就 想要骑行整个中国的省会 然后来此告诉台湾的年轻人 这边是我们的祖国 陈文仁称 此次骑行全程约25000公里 预计半年完成 记者看到 虽然路途漫漫 但是陈文仁携带的行李 却十分简单 他告诉记者 物资并不重要 行动才是关键 衣服都带了 都有带 就是一个包而已 就一个包而已 对 像这就是补台工具 充电器这样子 早在五年前 陈文仁游览过黄鹤楼 此次他再登黄鹤楼 平栏远眺武汉三镇的隐匿风光和热闹景象 令其感慨良多 我觉得武汉人很棒 真的 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 那我觉得 祖国在防疫这方面 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的好 武汉人真的很棒 牺牲了自己的 整个封城 然后 这个心里的感触很多 真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 近年来 台湾岛内种种乱象接连发生 许多台湾年轻人 对祖国的认同感日趋薄弱 令陈文仁深感忧虑 他坦言 会将自己骑行途中 拍摄的图片和视频传到台湾 让台湾的年轻人 更多的了解祖国大陆 全国每个省会 自家室 都要过去 拍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建筑 如果能够再介绍 把这些影片传回台湾 给一些年轻人看 不是说像他们 台湾他们一些年轻人 没有来过大陆 不知道大陆现在的进步方法 带着期盼祖国早日统一的旗帜 陈文仁将从祖国东南 驶向东北 再转向西北 西南 下一站 陈文仁将会抵达安徽合肥 陈文仁说 想借此告诉台湾广大的年轻人 我们世代都是中国人 祖国大陆和台湾不可分割 希望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唯有早日和平统一 才是对台湾人民 最大的体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